新冠肺炎确诊者经过治疗最后康复出院 其实这段期间治疗过程很艰辛 很多人以为轻症或无症状者隔离几天 稍退了PCR呈现阴性 以为等同完全康复 如果有这样认知 可能要稍微改变一下了 因为临床显示 有些轻症病有后遗症 比重症更剧烈 大多数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 是无症状或轻症 症状会在几周内康复消失 然而患者身体的免疫系统 在清除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一场大战后 在患者体内部留下了战争的痕迹 也就构成了所谓的后遗症 目前把这些后遗症统称为 新冠后综合症 Post-Covid-19 Syndrome 或者有人把它称之为Long-Covid Syndrome 国外研究感染新冠肺炎的住院病友 半年后有六成八 一年后也还有将近五成的人 还存在至少一种的后遗症 另外也有人会出现呼吸困难 焦虑 抑郁 这代表新冠后遗症 可能持续的时间比想象更长 也更不容易自行消失 每位患者后遗症的种类和严重程度 都不太一样 但是令人压抑的是 有些轻症患者后来所产生的后遗症 竟然比一些重症患者来得更多和更严重 国外研究统计目前已知的新冠后遗症 有高达五十到两百多种 此外也常见有一些情绪心理的问题 例如焦虑 忧郁 创伤后压力症 睡眠障碍等 以及认知功能的障碍 如记忆力变差 注意力不集中 思考困难 计算错误 脑误等 其实后遗症有些听起来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却会严重影响到 并有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 有些人甚至无法回到职场工作 只能在家里休养 让他们生活在痛苦无助 却又不被了解之中 也会有病人到处求医 却又检查不出什么问题 有的人被说是心理因素 自己太紧张焦虑造成 让他们更加困扰 感到身心受创 却又求助我们 这也是为什么台大和各大医院 要成立新冠肺炎 长期追踪整合门诊 整合相关科别的医师 和各医疗专业 集中投入资源 一起来帮助和照顾这群 我们台湾的长期新冠后遗症病人 虽然有一些患者 他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疾病已经康复了 但是在临床上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病人 他还是会受到后遗症所苦 那这些后遗症是怎么造成的 主要是因为 在感染期间 病毒他可能会攻击 我们的肺部组织 造成肺线维化的情况 病毒他也会攻击 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和系统 针对常见的新冠后遗症 国外医学界都有提出 相对应的检查和处理流程 虽然不是每一种后遗症 目前都有很好的解药或治疗方法 如果有药物或复健的治疗方式 也可以尽快接受治疗 让后遗症能够减轻 甚至消失回归正常生活 目前的医学文献及专家的经验显示 不论是住院中的及时复健 或出院解除隔离后的门诊复健 患者在复健治疗之后 都能够有显著的进步 台大医院也有开设新冠肺炎 长期追踪整合门诊 可以协助患者的病后复健的过程 减少前面提到这些后遗症 对大家的影响 新冠肺炎治疗虽然已经改善了 疾病已经治疗改善了 但是还是会有容易喘 肌肉无力 吃东西呛到 讲话不清楚 日常生活需要帮忙的这些人 所以会比较建议说 他必须要接受复健的治疗 医师提醒新冠肺炎康复的病友 要及早开始做运动 借由复健来改善心肺耐力 和体能 减少失能 增进生活品质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